疫苗接种率不断攀升 国内目前以AZ为最大宗 但还是有患者出现血小板低下 合并血栓症候群 所幸台湾成功治愈成为亚洲首例 因为他已经血小板已经掉到两万三 他有时候会大出血 那另外脑部已经有血栓的情形 正常人血小板一般都落在15万到40万 Permacolid 但患者却落在两万三Permacolid 不良反应的个案是一名35岁的男性 打完AZ疫苗后 引发血小板低下合并血栓症候群 之后持续三天发烧 第七天开始腹痛头痛 甚至吃了止痛药都没效 一直到第十天转诊领口肠根 要用平常的这个两倍量的剂量 也就是每公斤两克的免疫球蛋白 每一天那打两天 世界各国也有疫苗不良症的问题 解决方式举例来说 英国跟加拿大使用每公斤一克的免疫球蛋白 一共两天但还是可能复发 比如头部腹部的血栓或出血 但台湾研究发现 每公斤四克的免疫球蛋白 打两天就可以痊愈 重点是完全不会有后遗症 也因此这篇医学论文已经正式线上刊登 这名患者现在已经痊愈 但院内还有许多病患正在接受免疫球蛋白的施打 期盼台湾的医疗团队首例 能让更多的患者痊愈回归正常生活 三例新闻团队首次万一台北